分析一下这款贴幕为什么会被挂烂 官方说明这是一款A塔双模式自由切换贴幕 最大可达60平米 横向跨度10米 双塔间距离也达到了6米 可以同时容纳20到30人 如此巨大的一块贴幕 我们来看看它的材质和配件 150D的牛经布 我们都知道达到8米以上的超大型贴幕 最少要使用210D四格纹牛经布 两根2米8的铝合金贴幕杆 4根2米1的镀心管的天母杆 我不明白它为什么配镀心管的 这么大的天幕你能扛得住吗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视频 这个帐篷被刮烂的时候 地丁和风绳都在 从撕裂的角度来看 这个天幕被刮飞的时候 应该处在A塔状态 而不是天幕状态 上一期的视频有个朋友提醒我 说这个品牌方已经提示了 四级风不能用 我终于找到了 在一个大图的中间位置 有一行小字写着 温馨提示 建议拉好风声打好敌丁 四级风以上 勿用天幕模式 你要眼神不好 这行字让您绝对找不着 这行温馨提示的解读就是 当四级风突然来的时候 你要迅速的把天幕模式 转换成A塔模式 也就是说你要迅速的 把天幕杆拆掉 把风声中心拉 再钉到地上 你要跟风去赛跑 我不知道您做得到做不到 反正我露营十几年经验 我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咱们在户外露营的时候 别说四级风了 那七八级瞬间大风也经常有 其实啊 您把别人的好设计挪过来啊 卖给客户啊 这也没矛盾 什么事情都是从模仿开始嘛 但是麻烦您得做靠谱点 出了问题及时改进 这才是正路 汽车出了问题 不都有招回的吗 何况一个天幕 好了 不说了 仇人 我去露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 blink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鼓